看一下11题 小文小荣和其他4人准备专题制作 那表示总共6个人 来为增进效率他们分成ABC3组 每组2人 来第一个任意分组的情况 题目给你提示哦 来先挑选2人之A组 来6个人先挑2人到A组 剩下4个人再挑2人到B组 那剩下2个人呢 再挑2个人到C组嘛 所以呢我们可以计算一下 C6取2是15 C4取2是6 C2取2是1 所以呢是90种 好不同的分组法 再来第二个 小文小荣在不同组 所以呢我们今天要先考清楚哦 小文小荣既然要不同组的话呢 我们要先把它分配到ABC 选2组出来 所以我们今天呢是什么样 P3取2 你说老师怎么会P3取2 对啊 ABC挑2组出来啊 那你说老师那为什么用P 怎么不是用C 你要搞清楚哦 你挑选的两个人 比如说小文在A 小荣在C 跟小荣在A 小文在C 一不一样 不一样耶 所以你是不是要考虑它的顺序 跟顺序有关系的 我们就是要用P 所以我们是用P3取2 这P3取2代表意思是什么 ABC三组挑两组 一组放小文 一组放小荣 他们在不同组是表示不同的方法 所以这要搞清楚 所以我们P3取2 代表是ABC挑两组出来 一组放小文 一组放小荣 然后我们剩下几个人 我们剩下的是四个人 四个人当中呢 我先怎么样 我先挑两个人 放在B组 先挑两个人放在 小文小荣不在的那一组 然后再怎么样 剩下两个人再挑一组 放到 剩下一个人的一组 跟一个人挑一个人 放到另外一个一组 所以这就完成了 我的方法 P3取2是6 西式取2也是6 西式取2是2 西式取1 所以总共是72种 不同的分组法 这是11题